手拿国家公园摄影及合影 齐柏林和沈一鸣两人生前是好友 当年沈一鸣也全力帮助齐柏林身后事 如今却因为黑鹰坠机而殉职 齐柏林儿子第一时间得知消息非常难过 因为父亲的时候出事也是早上出事 然后也状况也都不明 然后等待了一整天之后 就是传来二号 就是其实这个过程的煎熬跟心酸 我觉得我是能够体会 齐柏林生前与国军渊源 从2012年拍摄建国百年纪录片 到隔了两年 合作空军救护队60周年影片 2015年再拍UH1H回娘家 这段时间沈一鸣都全力支持 非常感谢他 他是一个很低调又很谦虚 同时又很温柔的一个人 都很信任我父亲 所以整个合作过程 其实是非常顺利愉悦 甚至比跟私人企业合作还来得顺利 我爸爸的博爱不仅限于他的家人 更广西整个台湾 2017年齐柏林在敞刊过程 不幸坠机罹难 沈一鸣领着国军弟兄 献花鞠躬一一向齐柏林家属握手 表达关心 那时候遗体要从花莲运到台北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不管是坐车坐火车都很不方便 最后一程能够走完 也是仰赖空军跟总长的帮忙 后来公祭跟音乐纪念会的时候 其实都是总长代表国防部来 沈一鸣生前广结善缘 就连台大校长管周敏 也PO文进到沈一鸣 还附上两人演讲后合照 国军痛失英才各界惋惜 记得林永明李玉海岸台报导